实弹发射在即 瞄准设备发现故障 在质疑和挑战面前 怕迎难而上 用实力验证责任至上 认证考核当天 家中亲人不幸病逝 在部队和家庭之间 怕干受重压 让自己无愧于心 《军女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张献风为导弹擦亮眼镜 我叫张献风 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 辽宁兴城 1990年3月入 现在是火箭军的一名计量计时 机尾引进相当于导弹的压力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保证它的各项参数 准确可靠 最终确保导弹能够精准命中目标 计量工作是要靠数据说话的 在我眼里 只有合格与不合格 每当在设备标志上签上我的大名 就具备了法律效应 意味着自己要负责到底 从小张到老张掐着一算 就干了计量这么一件事 现如今 年龄大了 头发也少了 技术强了 胆子却小了 一晃27年过去 被部队同行质疑过 被亲朋好友挖苦过 也被老婆孩子误解过 然而 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 或者坚持一个彪子 心中要有一杆成 我是张献丰 张献丰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导弹瞄准设备 提供计量检定保障 确保各个零部件的性能和参数始终处于正常状态 瞄准设备就是导弹的眼睛 能不能将导弹准确送入轨道 最终精准命中目标 张献丰的作用至关重要 可以说是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不管是谁来到这里 张献丰都会像这样隆重出场 介绍他的实验室 时间久了 他也琢磨出了一套方法 因人而异更换解说词 确保人人都能明白 就是那个打靶设计的时候 咱不是眼睛 准星 还有目标是三点一线吗 这个净位相当于咱的眼睛 那个准星相当于那个发射点 那个目标点就相当于咱的循环码 是三点一线嘛 作为计量战瞄准设备鉴定专业的大拿 张献丰已经成功保障十几次重大发射任务 并且打出过历史最佳精度 然而 在他眼里 每一次保障都是一次历练 更是一次成长 2004年9月 距离实弹发射还有三天时间 尽管在出发之前 张献丰对瞄准设备已经做过检测 但是惊艳告诉他 发射前必须再检测一次 他的测量精度 标效精度 直接这个决定了导弹的这个瞄准的精度 他是中央保障的这个第一个环节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一检还真发现了问题 张献丰在上百组元气舰中 判断是金伟仪的光敏电阻发生了故障 我们检测是合格不合格 就是合格是就有合格证嘛 那是禁用 禁用就贴个红签 这设备就不能用了 当时咱们这个指责 你咱们扶这个检定 像金伟仪这样精密的一切 你不扶这个维修的任务 现场所有人都很清楚 不管是返场维修 还是邀请专家过来 必然会耽误发射时间 因此只能就地戒军 就在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商讨对策的时候 张献丰主动提出 他负责维修 作为一个二级计量机构的检定员 张献丰的请求 让现场的领导和专家难下决断 这个时候 唐胜站了出来 派着胸脯向他们保证 张献丰没有问题 我对这个专业 我学历没有他精 但是这个 我通过平时 我们之间这种相处 他说的话 我是百分之百的相处 我有这种底细 他说行 我就有这种底细 当时唐胜是张献丰的 直接领导 两人又是同一个火车皮入伍 同一个新兵连训练的战友 期间唐胜上军校 两人分开了四年时间 对张献丰可谓是知根知底 那时候内务啊 背团量背得挺好的 七届也行 七届也行 个儿矮七届也行 打平板球打篮球 一连下二连下都行 他们是1990年3月入伍的 新兵连三个月 张献丰一直是新兵训练典型 夏连后 他被选送到西安 学习经纬仪检定 并考取了资格证 成为了计量战 第一个持证上岗的列兵 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检定任务少 回来后 他却被安排到了吹石班 岗位的落差 张献丰没有感到失落 而是心里暗下决心 烧火也要烧出个门道来 那时候早晨六点钟起床 我五点五十五点四十左右起来 起来这些 等眼睛起来 起来的时候呢 我把卫生基本都收拾完了 不管是春夏秋冬 那个冬天的时候下雪了 室外厕所嘛 把路清出来 到时候那不都方便嘛 因为浩雪上进 1992年 张献丰被选送到 国防尽量测试技术学校 学习三年 成为战里第一个 拿文凭的士兵 深造归来的张献丰 很快在工作中 展露头角 再过来 再挪 那时候编号 男的编号 我说男的车尾 挑最好的嘛 他说这个到时候训练的时候 咱就尽量少用 到时候就是 到实战的时候 用这个 然而 在一次次的装备保障工作中 他却慢慢发现 要想成为部队受欢迎的人 为导弹提供最精准导航 不光要会检测 更要会排除故障 手动测算数据 是检定员的一项基本功 尽管很多人 已经用计算器和电脑代替 但是直到现在 张显峰还保持着 这样的老习惯 数据听伏达 刚开始学的时候 都是自己都手算 都是就笨啊 只要他这么算完之后 他这数据怎么来的 他印象特别深 他有个小本本 就是每次他在这个 计量巡检过程当中 和是在这个 平时这个实验室 这个设备仪器的检定中 他发现的问题 他都会记在这个本上 张显峰抓住一切 可以学习的机会 向专家学 向战友学 只要能够提高 自己的能力素质 他都不会放过 北京那边来点的 或者是哪边人 坐下来点的 知道已经住在房间 起床 我知道马上出来 我到一房间去 给你把包递了 水杯给你拿 其实看看这样 也比较 比较干啥 人家也愿意教你 他不是说 别人总带着我 一年一年总 跟着别人去做 他不是 今天你带我一年 明年 他就争取我自己 能独立做 凭借这样的好习惯 和笨办法 张显峰在一天天成长 1998年 他第一次执行 实弹发射保障任务 就遇到了光明电阻 发生故障 并且亲眼看过 别人如何更换 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张显峰才敢站出来 起床电弹 虽然手术很小 毕竟事关重大 因此大家都为他捏了把汗 如果失败了 追溯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想到的是 由触手缓解 它就属于触手缓解的一个保障 第一次做嘛 自己做完之后 当时那时候心里也打鼓 万一要是不可格呢 你说这个该怎么办 一切靠数据说话 张显峰把经纬仪 重新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正常 张显峰 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并正宗地贴上了 合格的标签 一切恢复正常 一看 这也是合格的 所以说 领导 瞅瞅你 你瞅瞅领导 领导 都那种表情 导弹按着计划进入发射阵地 并打出了该型导弹的最佳精度 直到那一刻 张显峰才如是重负 正是这一战让张显峰声名远步 他也因此荣立了三等功 我叫张显峰 现在是火箭军的一名计量计师 经纬一年相当于导弹的眼睛 我的主要工作 就是保证他各项参数 准确可靠 最终确保导弹 能够精准命中目标 计算工作你是要靠数据说话的 在外压力 只有合格与不合格 每当在设备标识上 签上我的大名 就具备了法律效率 意味着自己要负责到底 一晃27年过去 被部队同行质疑过 被亲摸好友挖苦过 也被老婆孩子误解好 然而 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 或者坚持一个标准 心中要有一杆成 我是张显峰 军女人生正在播出 张显峰为导弹擦亮眼镜 张显峰火了 全战的官兵都跟着高兴 因为是他让上级领导 对他们这个二级检定机构 另眼相看 也让从事计量专业的官兵们 有了信心和底气 然而张显峰心里清楚 作为保障单位的一员 只有为部队解决更多的难题 才能更好地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出力 于是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击 和这些年轻人相比张显峰均显高年龄大 差距比较选 然而这么多年来 他们照样能够练在一起 玩在一起 乐在一起 看一下张显峰这个外形 这个容颜 这个形象 知道张显峰是个聪明绝顶的男人 有张显峰在的地方 那场绝对不会冷 肯定会暖起来 前段时间我就看见咱们老张 他没事就老爱跟别人跑这个白米 总找这个一些比较年轻的跑 你这跑也跑不过 你这这是练啥呢 我一问 原来是咱们上次这个武装功力考核没及格 自己心里边标着这五尽 然后那时候正好那个西瓜放在我们那个桌子上 我说张班长就过来说要挑西瓜 我问班长我给你挑个大的 班长说不用给我拿个最小的 大来都留给你们 那告诉我这个胜发粒折瘦我 虽然我一个发粒都不完胜 天天跟张梦长一起吃 张梦长又是我心中的脚转 是我们连队的红太阳 对于张显峰来说 于公于私他也愿意和年轻人泡在一起 这样既可以让自己保持年轻的心态 也可以走进大家的心里 带动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提高 于是张献丰又重新拿起书本 接连拿下了全战仪水平仪万能量聚三个检测资格阵 成为了计量战瞄准设备领域的技术带头人 在尽量检测领域 每四年要重新组织一次认证考核 因此这就需要张献丰 他们时刻要保持技术上的优势 才能不被淘汰 2011年6月 四年一次的检测认证考核如期而至 对于计量战的全铁人员来说 这是一件大事 然而就在考核组到达的当天早上 张献丰的老家传来了噩耗 我这儿给我发个信息 说他说他爸走了 走了我就明白什么意思 张献丰的大哥比他年长18岁 从上学开始一直到当兵结婚 张献丰的一切都是由他的大哥 一手操板 因此他对大哥的感情很深 然而他心里也清楚 资格认证每四年一次 如果没有通过 意味着四年时间 他将没有资格为部队提供服务保障 部队这个计量检定工作 你不可能中断 你得有这个知志去完成你这个任务 否则的话部队的训练怎么训练 部队的发射任务怎么去完成 这是一系列的反应 是走是流 张献丰一时难以抉择 距离正式考核 只剩下一个小时了 他却感觉勇为漫长 权衡再三 张献丰走上了自己的战位 三天后张献丰 圆满完成了计量检定 认证考核 当天晚上 他就请假赶回了老家 肯定肯定是会自得的 当时那时候准备的得有个小半年啊 当时就过不去 你是应该有责任的 就包括现在给我们移到他哥的记事 回什么时候 依然说给他大哥烧点纸 因为他大哥对他特别好 可以说长胸如腹吧 在张献丰的带动下 计量战的每一名官兵开始行动起来 已经拿到了一个检测资格证的 开始想着第二个 拿下第二个的已经准备第三个了 张献丰成了他们的榜样 也是他们追赶的目标 他的专业我也学过 只要你想去学想去问 他就毫无保留教问你 你去教在同时 其实你也是在进步 你把这东西给讲上去了 你认为这些原理你懂了 自己就闷头在那做 这个肯定是 你要理解的肯定是不会那么透彻 2014年张献丰晋升为一级军事长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 他刚刚执行完发射保障任务 同志们 老板今天组织武装五公里越野 希望老板美名同志要往跑步自己 按照规定 全副武装五公里越野训练 张献丰这个年纪可以不参加 然而他却按时出现在这个队伍里 负重15公斤 越野5公里 对于老张乃叔已经力不从心 但是就算是走 他也会选择坚持 在二次后一百米 冲起来 我这个参加也可能心中就感觉 这么老同志都参加破功力了 我也得跑得更好 所以说也是挑战自己 激烈自己 也得锻炼身体 为以后的那个 进行任务啊 有个好身体好体格 打下基础 那个有的有些项目是服劳 在有的项目是可以不服劳的 再过几天 张县峰又要出发了 在他眼里 执行发射保障任务 最让他兴奋 因为他是搞瞄准的 必须时常盯着拔心 要想为靶心提供精确导航 必须靠数据说话 从居28年 张县峰对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每个人名都记得特别清楚 他是1990年7月10日到西安学习 当时的教员是刘振家 1998年9月5日 自己第一次在合格证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等等 张县峰说 不是因为他记性好 对数字敏感 而是这些人和事 对他的成长都至关重要 记住这些 才有助于激励自己 不断向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 平台市网 只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距离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给坦克教练当老师的 坦克特级驾驶员 方正刚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好胜自负 战友们为何觅而不宣 没有戳穿 转向失灵 他怎样驾驶带病战车 勇夺金牌 油管爆裂 他如何听声闻味 阻止险情发声 军旅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方正刚 我给教练当教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